一半天反服貌学生集体攻占了行政院 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中雷新闻独家发现 有一个穿着背心的刑警大哥 他不顾自己的安危 独守两扇窗 不断的柔性劝导 呼吁学生攀爬的时候要小心剥离 而当学生跟远景严重冲突的时候 他也是第一个顾及的学生的安危 很想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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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坐呼口号还不动 上周日反服貌学生完全不受控制 急停闯入行政院 为了加快攻陷速度 还有人自愿当垫背 一个一个踩背爬窗 只要阻碍学生前进 立马拆除 这样的行径 让一旁身穿蓝背心的刑警大哥 看得体型吊胆 扇心刑警直接攀爬在窗户上 不断荣幸劝导 叮嚀学生小心剥离 下一秒又爬到另一边的窗户 一人挡两窗 大批学生完全失去控制 不顾一切奋力攀爬 机理大哥分身乏术 最后一道防线还是被学生攻破了 镜头拉到被学生攻占的行政院 双方人马火力全开 互相叫嚣 没想到这位善心的刑警大哥 不顾自己夹在中间 出眠制止 缓和情势 甚至挺身而出 站在警方的第一线 平和的阻挡学生 这时场面突然失去控制 双方米推我几爆发激烈冲突 院里头乱成一团 还是隐约听到有人大声呼吁 不要使用暴力 难不成这也是那位刑警大哥的最后宣言 或只靠一个小小刑警的力量 还是很难控制混乱的局面 以着综合大党